再來自行車挑戰海盤3,200公斤的母鳥是先為一個紅條 就算是高山馬拉松,母鳥也不是說很困難 不過如果是用滑板來挑戰母鳥,再來可能就很少人來試過 有台灣滑板阿甘1,000個5面鏡 今天到了13點鐘的時間,完成保理跟母鳥高山滑板的越野紀錄 並且用今時世界紀錄,提出新章 但是如果是順利完成新章,不然是綜合今時世界紀錄 也許全世界,第二來紀錄滑板8個3超過2500公斤的運動好笑 1,2,1,3,換腳,1,2,1 由保理跟母鳥一路要走,過程是非常辛苦 不惜替自己加油,有夢龍醫療法板的方式買到母鳥 挑戰今時世界紀錄,讓老國民族也覺得很配合 當然是佩服,那是不簡單 為什麼? 那要訓練還要體能也要很好 你覺得他會成功嗎?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年輕人應該都會 我剛剛跟朋友說我要挑戰溜屋頂 沒有人覺得這是可以達成的 他們覺得腳踏車有的都散不去了 跑馬拉松他們覺得這超累 滑板更不用講 只不過自己就很想要去嘗試 因為如果沒有嘗試的話 你永遠不知道這個答案是到底能不能上去 剛才想要挑戰母鳥自行車紀錄 也對他抓去大部翁了 他比較辛苦 為什麼? 因為他就純粹用體力啊 我們最後還可以變速 那你覺得他這個舉動很瘋狂還是什麼? 很瘋狂啊 對啊 為什麼覺得瘋狂? 就是一般人都不會去做的事情 有前進的動力的時候就是在腳滑下去 滑的那一個剎那 另外一隻腳必須放在滑板上面 然後剛才比較陡的地方啊 我滑完之後要抬腳 我就往後滑了 所以這個難度化真的就是自找的 今天目前是非常好的天氣 我要繼續加油向上衝 由保理出發 挑戰海拔公道3275公圈目而已 一樓八驗2800公圈公道 這是不是世界紀錄設下的標準 有門樓要做世界第一 證明自己做得到 他就幫我們標高說你至少要過海拔2500公尺 想說再多增添一個世界紀錄證書 然後如果到澳洲的話也許會有更多人去 Focus在這個滑板馬拉松的運動上面 因為自己想要去推廣滑板馬拉松的運動 第一 無夢龍 戰狗 戰狗 雖然白樓中一度出現身體不爽快的情形 不過無夢龍也要是靠到健康的意地 將他完成挑戰物理的困難人物 先為第一位醫療滑板八關 創下世界紀錄好笑 不過是不是可以順利在金氏世界紀錄上留名 要需要當台最安心渣載在等客廳 接著王家先採訪報道